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措施来说 对整个主要是瞄准的是炒楼和摸货的一些短炒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把这些政策相对应来看 其实早在去年国内楼价节节上升的时候 政府已经不断的撕出中招 使得对楼市进行降温 但是即使如此楼价还是走得比较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暂时现在这种现象 可能对于一个短炒的现象 或者是整个楼市的成交量有所抑制 但是对于整个资金追盆物业的话 还并不会起到一个阻止的作用 而且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通胀非常的厉害 所有的资金作为一个投资项目 或者一个长期持有的项目来说 投资物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选择范围之一 那这样看来说 对于整个香港楼市的一个价格来说 还是由于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支持作用 感谢观看